他从小混混出身,靠着暴力拆迁发家致富,后来垄断了哈尔滨的建筑市场和娱乐场所,成为了无恶不作的黑社会头目。 他纵情声色,霸占,强奸了不少妇女,甚至有传言说他一人霸占了24个女明星。 他以前色收买了不少官员,成为了不少高官的做上课,从而得以庇护其黑道活动。 他嚣张跋扈,就算是撞死人也能逍遥法外,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 他就是乔四。 乔四这个名字,在东北地区可谓是响当当。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,他统治了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的黑社会,在他的笼罩下,百姓生活苦不堪言。 直到1991年6月9日,他被判处死刑,并立即执行,这才让哈尔滨十几年的阴霾终于扫开重见阳光。 那么,这样一个恶名昭彰的人物,究竟是怎样走上这条罪恶之路的呢? 又是怎样被正义只手终结的呢?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东北黑帮故事的真相。 出身贫穷到街边混混。 乔四原名宋永佳,1948年6月21日出生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安道街一座跨铁路的大桥旁。 他的家里很穷,父亲只是一个赶马车的师傅,家里的孩子又多,能吃的上一顿饱饭已经是奢求,更别说读书了。 因此,宋永佳很少就辍学出来打工了。 宋永佳长相平平,个头也和普通人一样,就是那种投到人海之中就找不到的平凡样貌。 他的工作就是在道里区里面给人搭砖头,这活还不稳定,有时候忙得要死,有时候闲得要命。 工作的性质只能是按天算工钱,有时候他也想偷个懒,但是一想到没钱就没饭吃,他就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。 宋永佳性格跳脱,闲暇之余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,他非常喜欢凑热闹,身上有股狠劲儿,一遇到什么事情就硬拼。 那时候,一伙人里面都喜欢曲。 花名,宋永佳由于家住铁路的大桥旁,在家里排行第四,因此自称为大桥老四。 后来伙伴们嫌他名字太长,直接简称为桥四,到桥四。 这个名头响彻黑道江湖时,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姓桥,叫作。 桥四,由于叫的人多,他的花名也就有。 桥四变为,桥四了。 因为经常和人打架斗殴,桥四年纪轻轻就经常到派出所报道,好几次因偷盗抢劫被判刑,不过出来后他仍死不悔改。 由于宋永佳极为高调,喜欢出风头,又在道上摸爬滚打多年,渐渐地身边也聚集了一帮马仔,在道里区开始打出了鸣声。 当地百姓听到他的名字都避而远之,这也让他更加肆意妄为,越来越嚣张。 有,展示自己的地方一点都不放过。 不难看出,在此之前,桥四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街头小混混,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? 让他一步步走到黑社会老大的位置上,让我们来一探究竟。 从小混混到拆迁公司老板。 1983年,各地都在展开做生意的热潮,房地产生意是相当的抢手,哈尔滨这几年可热闹了,到处都是拆就楼盖新楼的声音。 按道理,一直在工地干活谋生的桥四可算是一个大盲人,可是他经常插科打混,矿工更是尝试。 那时候,对于房地产生意来说,最棘手的无疑是拆迁的问题,总会遇到许多麻烦事。 一些丁字户要么因为拆迁款给得太少,要么是因为对房子有感情了,根本不愿意拆了房子。 有一天,乔四四处闲逛,看见一栋被规划拆迁的房子,里面的住户死活不肯搬走,还叫来亲戚朋友跟工程队对质。 工头头疼得要命,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 民警也来了,想劝说住户搬走,结果被住户骂得狗血淋头,差点被打。 爱走热闹的乔四看得眼睛都直了,他觉得这比电视剧还精彩。 他因为是派出所的常客,和民警也算是熟络,甚至还上前跟他们打了个招呼。 乔四眼看着工程队一筹莫展,突然心血来潮,想给众人展示一下自己的威风,随后大喊一声,冲进人群,拿起一把大稿就往窗户上砸,窗户玻璃碎了一地。 住户里面的一个老太太怒气冲天,拿着菜刀就冲了出来,想要跟乔四拼命。 乔四不慌不忙,一把夺过菜刀,在众目睽睽之下,砍掉自己的一个手指头,然后大吼,你们赶紧搬走,谁敢阻止拆迁,我就跟谁玩命。 说完,他又挥舞着大稿往房门上砸去,把房门也给砸坏了。 老太太被乔四的气势吓傻了,连忙缩回去。 乔四这一出手,就把拆迁的难题给解决了,工头高兴地要死,拉着乔四的手说,兄弟啊,你真是我的救星啊,以后这种活就交给你了。 很快,工程队就看中了乔四的能力,把拆迁的工作交给他来负责。 有钱赚,乔四自然是乐意,很快就召来好友们,组建起了自己的一帮人马。 而乔四平日里交往的都是混混,并且大多都是七进七出牢笼的人,因此他的拆迁大队极为凶害。 而在这些人之中,乔四手底下最狠的,无疑是李正光。 李正光不愧是乔四手底下的第一狠人,不仅在哈尔滨号称,第一杀手。 日后乔四被捕后,他还顺利逃脱,到帝都组建自己的势力,横行数年。 乔四成立了拆迁大队后,到里去的钉字户们就难受了。 开发商推进不了的项目,他来推进,开发商动不了的钉字户,他来搞定。 哪家敢不拆迁,乔四就带着人抄起武器去逼对方就范,再敢多说什么,那甚至会被他打残了。 当然,乔四虽然嚣张,但也不是一味地想把事情搞大,毕竟他也是受人所托,别人利用他的臭名昭彰而已。 更多时候,都是直接先强拆了,背地里再来跟对方谈价格。 民众们遭到黑道强拆不敢反抗,领导们工作能顺理完成,对乔四的做法保持沉默,这也算是一种默许。 到后来,甚至有领导在会上公开表示,需要乔四这样敢做敢为的企业家。 为什么乔四成了企业家? 原来,乔四强拆得厉害,让不少开发商的项目顺利推进,其中一个名叫姚依菲的开发商就跟乔四熟络了起来。 俩人相互利用,臭味相投,乔四在姚依菲的建议下,开了龙华建筑工程公司,成了该公司的副经理。 乔四的公司建立后,拆迁大队更是扩大了规模,因此才有了领导口中,企业家,的称号。 领导的肯定,乔四的尾巴自然是翘到天上去了,对钉字户们出手更是肆无忌惮了,百姓们那是敢怒不敢言。 当时乔四的拆迁工作有多赚钱? 那年头,大家的工资一个月也才十几二十块,乔四手头早已积攒了数万元,这是普通人不吃不喝工作一两百年。 都难以企及的。 当然,不少黑道人物看着乔四靠强拆转的盆满钵满,自然也是带着钱和马仔入场。 不过,乔四哪里能别人抢了饭碗? 他要的是独吞整个哈尔滨拆迁市场的份额,要成为地下势力的王者。 乔四自己也知道,能突然发迹崛起,离不开强硬的靠山,特别是白道这帮人,于是开始用金钱开道,结识高官。 甚至有白道抓不到的犯人,乔四仅是稍微动用一下自己手头的黑道势力,就把人给抓来了。 黑白两道配合得天衣无缝,这让乔四成了整个哈尔滨最具实力的黑道大哥。 甚至在乔四犯事时,有检察官上门问案,乔四还嚣张地吓唬对方,要将其推下楼,最后乔四都跟没事人一样。 短短几年里,乔四投资了不少产业,有酒店,有舞厅,并且花了383万在松花江附近建了一座欧式别墅。 别墅里极尽奢华,八台沙发用的都是进口名牌,客房特别多,用来收留他的打手们。 乔四一统地下势力,正在歌舞升平时,对于哈尔滨的老百姓那是一场噩梦。 哈尔滨从酒店到街头的小摊贩,都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,但也都是敢怒不敢言。 在道上,乔四也变成了,乔四也,不仅百姓们不敢招惹,甚至连交警看到他那五个八的车牌,都不敢开罚单,生怕惹上麻烦。 在拥堵的道路上,只要乔四车的喇叭声一响,前方的车就会自动让道,比啥都拉风。 甚至有一次他开车把人给撞没了,最终也只是草草了事。 此外,他的私生活也让人相当震惊,有传言说他一人霸占24名女星。 也有女星是靠着他力捧而活起来的,这等嚣张跋扈的程度,就是高启强也大大的不如啊。 在坊间,乔四爷就成了众人口口相传的。 地下市长,哈尔滨在他的笼罩下百姓的生活过得苦不堪言,一个男人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切阴霾。 从黑社会老大到死囚,总有人盯着刺骨寒风前行。 这个人叫张德林,于1990年到哈尔滨就职。 张德林了解过乔四在哈尔滨的种种事迹,知道这趟浑水很难躺,知道自己此去任务极重,但他的任务就是将乔四这一帮人一网打尽。 张德林来到后,针对乔四开始不枉,乔四在相关部门里的眼线赶紧把消息传给了乔四。 可乔四却不以为意,在他看来,强龙不压地投舌,自己在哈尔滨深耕多年,黑白两道都是他的人,张德林不足为惧。 可张德林却是厉害得紧,在他的精心布局下,在哈尔滨一手遮天的乔四被其一举拿下。 1990米娜8月10日,搜集了充足证据的张德林下令捉拿乔四,暗中调来大批武警和警察对乔四展开秘密行动。 乔四被当场逮捕,他的手下也被一网打尽。 这场行动震惊了整个哈尔滨市,也让百姓感到了一丝解脱。 在1991年6月9日,随着《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大会》的召开,宋永佳及乔四被判处了死刑,并立即执行。 乔四在一个荒山处被枪决,死前最后一句话是,我这辈子,够了。 随着一声枪响,这个恶名昭彰的黑社会老大,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 也在第二年,大潮中的枪声上映,这部电视剧便是根据乔四的事件开拍的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